里安单档目前身着黄色球衣啊 这个偏深色一些的就是主队吉雷尔身着前色球 正在反击的是客队江苏 这边两分迅速打进 单档 随小龙回传刘志轩超远来了 哇江苏在这个时候开场的三分九 给卡巴卡巴 外天第二下再传好机会空位的机会 这样的话江苏肯定开场了这三分连着重了 大家都要调整一下注意力啊 单档崔小龙拉开准备头啊 小龙这边单档找的很及时 这两招完全被猜透了 剪刀石头布对吧 你出剪刀跟出石头 我我一样啊 贴三千神全部切的细碎 上下是上下是假的 然后中路走顺下 六一次底线把卡巴去插到禁区里 小龙先停球再传 卡巴这个位置强杀篮下 因为中程先扑出去试图去刀球 但没刀到 提上来四秒钟时间要中距离拉科踏步防守 但是投进 中程这几球呢有拆炸药啊 而且刚才这头呢也确实没有自己特别好的位置 哦 投篮犯规两分有效 小龙 这次 哇 吉林现在的禁区防守是空虚的 再传进来用速度升值用速度升值 这是这你有快的 我也有快的呀 一个翠小龙 一个这个 反击 这种球啊 我们刚才说了 再传 回来进卡巴卡巴晃一下拉科不敢伸手 拉科不敢伸手 失位 但是江苏呢 这个不打快攻 不打这个二零二次 每球都压到后边打 就能走一些表 走一些表 打到现在说 这边最小龙 五秒再进去挑篮要两分 打成 啊 小龙 卡巴就让让马俊豪扣篮 马俊豪在最后一分半的时候呢 贯穿底线把这个篮扣的篮框 宣告是今天 他们是冬至大战 要吃饺子的那支球队 贯穿bery 因为